復活!烈恰!復活! 大家好我是baby西人鸡蛋糕 这期我们继续解说猎海王复活转身到异世界 这部高五漫画吧 前行提咬 猎海王被武藏斩到猎开后 五体健全的转身到异世界中 并遇上同样转身过来神星亏门下弟子重圈 重圈在酒吧与猎讲述情况 并遇到又体康米皮可的蜥蜴人 蜥蜴人手势一头鸡蛇后 猎十分渴望与其一战 蜥蜴人注意到猎的视线就要找茬 猎挑衅猎猎人为鳄鱼后 双方就要开战了 你看多半的嘴巴 这就是动物界咬颗粒数一数二的鳄鱼嘴啊 咦?它含的是什么呢? 哦!是便宜人类的命根子 手臂啊 鳄鱼要开始施展它自己的绝技 死亡夷转了 鳄鱼这种生物一旦咬住猎物 就绝对不会松开 而且鳄鱼会不断告诉夷旋自己的身体 直到猎物断气为止 要是我们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不愧有人连同鳄鱼都打不过吧 很简单嘛 只要我们马上发动效力 让身体跟鳄鱼一起同频率旋转 就可以跨解力道 而且只要我们装得比鳄鱼快 甚至能把鳄鱼的头也领下来完成反杀 你说是不是很简单啊 不过啊 人与人的体制和技术不同 是不能一概而论的 一般的外韩人被鳄鱼咬住手后 会被死亡回撞强大的破坏力 流弯甚至折断手臂 情况就像我们将热骨头头 旋转领断一样 就鳄鱼甚至会将人强而有力地砸到地面 就此凋零 这就是死亡回撞的威力 鳄鱼之强令人畏惧 烈看着蜥蜴人的下巴心想 那下巴蛮结实的嘛 看来要特别注意才行 来吧 鳄鱼男 这场假你要如何应付呢 看来烈真的将蜥蜴当做鳄鱼了 烈的生物是哪个老师教的呀 而看到烈一副聊家打的样子 中全联盟趁机摸着烈的蜡里 可拉里就大喊 烈师范 蜥蜴人可不是什么蝶 不对 可不是什么鳄鱼呀 咦 话刚说完突然中圈的面前 出现一个又粗又长又黑的东西扑面而来了 太大了吧 有什么像鞭子一样的东西 从蜥蜴人身边扫抱中圈的死人头 强劲力道让他上升直接后扑了 但龙鸡居然被脸红红的中圈台币挡下 不论是道强小鬼 虽然能借助皮克级别敌人的攻击 比利斯凶强啊 就是运气太差了 一天之内被人两次打出避雪 利海王察觉意识不妥 这才发现先中圈那一次的蜥蜴人 刚刚是用尾巴攻击的 列开了那摇来摆去的蜥蜴吧 心想 对啊 原来他的屁股上还有尾巴的呀 尾巴就好像他的第三只手 又或者是第三条腿啊 他能对敌人发动鞭打 而且他下半身这胆部这裤子 也能干扰视线 好让尾巴发动先手攻击 咦 对啊 那油软的胆部下面可能还有第四第五条腿发动攻击呢 看来要特别注意才行啊 好了 接下来你要怎么进攻了 鳄鱼蓝 中船叉叉自己快要榨干了彼此心想 看来这场战斗已经 已经谁都无法阻止了 接下来究竟谁会必秒谁啊 就在双方对峙干要开打的瞬间 一个手持钓鱼感的一般大爷 无声无息的路过穿过两人的身边啊 这个平平无奇的钓鱼脑什么回事啊 虽然有此读物懂空气不解风气的随意咬乱战局啊 太失礼了吧 如此嚣张真的不怕死骂 众人看到这一幕都愣住了 而钓鱼脑又无奇事的坐在吧台上 对那个刚刚才被鸡舌血 这种猛毒弄伤皮肤 现在完全没事的老板说到 哎哟老板还是老样子的要那个 看来这个钓鱼脑 也和吸引人一样是酒吧的常客了 而猎吃惊的心想 完全没有发现他的气息 无论是他走进店来的时候 还是他走进我们的时候 我都完全没有留意到啊 这个啦啦他他 平平无奇的人自托老人 到底是何番神圣啊 这我也做得到啊 之后钓鱼脑对老板吐吵到 哎呀真的服务了 明明今天天气这么好 在壳面上还看到很多很多飞鱼的身影 但是就是一条都钓不到 有什么比空军更惨的呀 不磕点酒什么的 我可受不了了呢 只见老板正在打酒的手越来越颤抖 什么回事啊 哇 原来那只穿的很少鳄鱼脑 已经走到钓鱼脑的身后啦 他一边伸手想抓人动手 一边歇报说道 喂 臭老头 而钓鱼脑却还崇荣淡定的露出自伏的笑容 鱼儿来了 只见蜥蜴人嘴巴旁边出现一根鱼线 线上鱼钩刚好勾住蜥蜴人的嘴角之上 鱼端被急速上提 痛了蜥蜴人腰都直了尖叫一声 这钓鱼脑是背后长了眼嘛 勾得这么卷 之后钓鱼脑居然转过身来 像个顽童一样一边大笑一边提纲啦 蜥蜴人喊得越大声 钓鱼脑就笑得越开心 我钓到了 我钓到一条大鱼啦 我没有空军 我没有空手而愧 钓鱼脑果然永不空军的啦 这老头该不会也是钓鱼巴老哥吧 除了真的鱼什么都能钓到呢 本来要动手打人 却反召戏龙的蜥蜴人愤怒啦 他一边以单脚为主 开始不断旋转身体 这是要发动鳄鱼的绝技 死亡奎状了吗 不对 蜥蜴人转体是为了征负加速自己的尾巴 少报钓鱼老头啊 旋转力道让鱼线脱离鱼缸了 猎完就请眉头感到不妙之际 本娘传来一声震人御荣的巨响 让全场客人按着算了 这种声音是声相似啦 空中夸来一道雪壶之后 一条鲜血淋漓的断尾居然跌落在地上了 天啊 裂开了 直接轻易人地上那奔奔跳跳的尾巴 主要是钓鱼老用那根纤细修长的鱼杆砍下来的 动作干脆俐落 而且切口极其工整 从这年龄带右带骨裂开两半 这个可是堪米皮革右底强度的尾巴 这个钓鱼老居然单用鱼杆 就达到共本武藏用鸣刀都无法实现的表现力了嘛 这难道就是场目主食皆可为戒的境界 见起是如此不变之物啊 钓鱼老 你真的好强大 温馨提示 按点站间有几率剥取获得吸烟的尾巴哦 它不但味道一流 更是五道家居家旅行 且是裂开必备的全新零件啦 比裂壁裂体好用得多呢 在异世界 我也过得很好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没想到来到这里才几十分钟 压人制服的强者已经不断涌现眼前了 钓鱼老一杆斩吸烟的尾巴后 烈了肝头吐槽到 哎呀呀 连鱼线都断掉了 而这时蜥蜴人却留意到钓鱼老的胸口 印着一个奇怪的纹身后 居然吓得流出冷汗 宽得不行啦 这是什么 银纹 还是汽车员的标志啊 居然蜥蜴人用力一跳 居然拼了老命撞开木门 就飞速逃跑啦 刚刚还这么嚣张的家伙 现在怎么这么熊了呀 是怕被榨干还是怕小命不饱呢 该不会是想逃单吧 而看到蜥蜴这种经典的断尾逃跑的哭声术后 钓鱼老捡起还在跳动尾巴吐槽 原来那不是的鱼的是蜥蜴啊 要竟然还是让他逃跑啦 最后还是空军嘛 哈哈哈哈 说着说着 钓鱼老突然咬着蜥蜴的第三条腿 半路第一试探性的问道 那么 你接下来要怎么做呢 咦 紫禁你还完全超越钓鱼老 摆好招牌架势 一副沿着你带要开打样子了 什么回事啊 你看到正在吃蜥蜴人用了老头心想 我竟然无意识摆出架势了 接下来你要开始解说钓鱼老招式 众所周知 有软的指带 只要有超高速 也能将坚硬的木块指折断 就算是非常有软的眼球 只要达到心甘性的速度 就连手指也能撞到折断 这两样都是尝试了 而刚刚老人窥舞细小的竹杆 速度达到超音速 甚至出现音宝 最后快过音速的竹杆 将那顽强的鳞片切开 甚至连那难以分裂的肉壳骨 也一起斩断裂开 这种表现力 不知道克斯的超音速权 能不能办得到啊 公本舞传手十足肝 也做不到这种事了吧 而我的身体 就是对它那股力量 不由自主的起了反应了吗 猎 你这种自动胆模式 是之前打皮革的时候 投入武术怀抱自在吉异攻吧 看来中国武术 又一次三次控制猎诚实的身体了呀 之后钓鱼老吃了几口吸引人肉吃身后 就将尾巴送给一盘的牛角肥老 看来这个异世界 吃鸭人肉很平常呢 不知道味道口感 会不会比恐龙肉好吃呢 这次中圈你遇到什么大吃一惊的心想 这老头胸前的那纹身是 居然钓鱼老胸前的纹身 由于散发出一道金光 哇 天哪 伴随有纹身的光芒 钓鱼老的背后居然出现一头巨大的鳄鱼 不对 是一头巨大的魔龙了 这敢比基多拉气场 这压迫力 这威慑力 什么回事 感觉一点都不比燕鸭召唤了 天下无敌大怪物顺色 太猛了吧 难得这个钓鱼老也跟猎小龙一样 会召唤替身的吗 还是像燕鸭一样是具象化高手啊 这是什么水平的恶魔威克 什么类型的古龙啊 不过说到文神 你们有没有听说过 钓龙型的故事呢 很久很久以前 在海的另一边有着一座岛屿 上面侵袭着很多会攻击人类的可怕燕龙 而且岛上燕龙的数量 居然高达一万头啊 之后一个不断攻击的钓鱼巴老哥 听到这番传言后 特意资深艺人来到这座岛上 不知道他是为了考验自己的实力还是泄分 他故意只用一根钓鱼杆来对抗一万头燕龙 然后这个钓鱼老再一天之内 钓啊杀啊 钩啊 拉啊 扫啊 居然当凭一根鱼杆就把所有燕龙全部杀光 甚至像他们横嘎长杀尽灭绝了 最后 这个钓鱼老在松前歌上死半文章 而屠龙者格里多尔 伊斯顿的传说 就是流传于世了 史上最强钓鱼老的传说 就是诞生 所以我们平时千万不要小看 一般路过平平无奇的钓鱼老啊 钓鱼老 钓鱼老 钓鱼老果然令人畏惧 程度太高了吧 不过我想吐槽一下 这一万头可不是苍蝇篇幅 咸鱼蜥蜴或者耳鱼 而是龙啊 这些龙什么生态味的 这么便宜廉价 群聚在一座岛上的嘛 这个世界燕龙 还不会是像到藏小鬼一样的地级怪吧 有不差一天能打一万头篇幅 你就打一万头龙嘛 而且一天差一万头 如果这里的时间和现实一样 一天只有86400秒 而且只亏动鱼杆 不用大型的游移地图炮这类魔法的话 这个钓鱼老要平均八秒 杀一条龙才能杀得完啊 这等高五世纪的高手 已经超越艳牙世界多少个战力层面了 实处离谱啊 一般的重圈发现纹身的事后 还敢用手指指的钓鱼老说道 臭 呃不对 老爷爷你难道就是那位 格里多尔 伊斯顿先生吗 钓鱼侧眼瞄了一下重圈后说道 呵呵小哥哥 连你也相信这种吹逼的穿烟吗 打倒一万头龙什么的 做不到的啦 那不过是赶走两三条龙 切切他们的尾巴的故事而已啊 但那都是以前的往事了 现在我已经隐居 只不过是个偶尔来城里 以科杯酒为乐 平平无奇的一个老人而已 不知道钓鱼老谦虚 还是传说真的被夸大了 战力好像没有那么膨胀了呀 但是这家伙 我已经是目前一世界遇到战力天花版了 在海王三宫格过后 还摆出架势 对刚刚看到的巨龙感到不解的心想 屠龙者吗 也就是说我刚刚看到那个 并不是宽影 不是什么催眠术或者魔法 而是说明在这个异世界中 龙是真实存在的嘛 这个老头是有杀过真正的龙 才有这般看比龙一样的斗气呀 想到这里 聂海王解除战斗驾驶放下双手后 原来你右手抱左手和反抱权行李 有礼貌对钓鱼老说道 我的名字叫做烈 首先我为刚才连名字都没报上 就以权相向的无理行为盗窃 不过 请容我在这里 爬的一声很快呀 聂海王快未说完 居然一发中位撤踹 当今有列踢爆大意了 没有散的钓鱼老死人头上 让他整个连人带的凌空后 不钻入吧台了 偷袭 这次是罗罗偷袭呀 聂海王你这年轻人不讲武的 居然用这种小聪明来偷袭这位老前辈了吗 这样好吗 这不好 聂海王现在的脸 真的好卑鄙呀 只见被踢爆吧台上涌出一股尘焉 跳脑这次被踢在地起不了声了吗 而上发脚气的聂海王 这才把话说完 请容我在这里 鱼里切磋一番吧 酒吧老板想哭的心都有了 被寄舍血探伤皮肤又有人淘胆 门被转快 现在吧台酒柜又被踢烂 今天太倒霉了吧 这生意太难了 而列收腿后 中村吃惊的说道 列 列师范 你怎么突然打人 突然这么暴躁了 居然对毫无防备的人做出这种事 列该不会是像上次偷袭武战一样 觉得是钓鱼老巨龙般的斗气 先袭击自己才输手了吧 不过列刚刚不算突然了 那与常规不同 反过来右手抱左手的抱权力 是武者决斗前 代表不必手下留情 一决生死的凶败理 不过虽然列有宣战的提醒 但是对方一个异世界的人 哪知道这种理因啊 还是谢啊 而这次列海王看了地下说道 不对啊 那个老人家 消失了 他又以那种无声无气的生法 离开这里了嘛 嘿呀 这次轮到老头发动总学的胜利 瞬移逃跑了嘛 中村一脸不解说道 为什么会这样的 果然有烟无伤吗 今天又有一个人之霸王参讨单了 悲剧啊 而就在这时 哇 只见列海王露出食言魔一般泄霸的鬼脸 无比温柔 无比热血沸腾的心想 这就是能杀死龙的男人嘛 有意思 哎呀 列海王 现在的脸 换个发型就和永山长得一模一样了 你设置机果体炼发马之血了吗 你果然是有发马西人的血统的 你和永山什么关系呀 爸 爸 从西医人到屠龙者 列海王冲赶转身到现在 已经进行了一场很遥远的旅途了 疯 只见转身到异世界后 一直半裸上色列海王 终于穿上新爱的快衣场了 列的衣品还是一项无所谓的呀 咦 列 你的八块腹肌怎么变成六块了 你该不会拿列腹当中漫头扯下来换衣服了吧 列扣上扭扣 松下领子 整理袖口后 新衣服似乎刚刚好呢 但是衣服不是用列腹框的 而是终成这个列粉丝买单的 终成问参加得知 这件订制的衣服要800个铜币 说要用魔法支付 然后就逃出各像手机一样大小的东西 对于另外一台差不多的一靠近 就发出一道光芒 魔法宝收款800铜币 这不是现实世界手机上的MFC散布功能吗 难道一世界也有手机了吗 这也太智能太先进了吧 这终成这个提款机 还问列之后还想买什么 列海湾城市的义葵 老是福建的 居然是蜥蜴人和钓鱼老的身影啊 列海湾难道是想买这两个雄性吗 这东西买不到的吧 你买蓝羊葵去干嘛 难道你也是后 哦不对 列想的不是买东西的事 而是在回顾这个义世界 有二鱼老屠龙者这些家伙 确实是个不能大义的地方啊 最后列揭开衣服露出猎叶 原来列称也定制的装飞刀皮巢 只是没有飞刀 列海湾对中村说道 可以的话还是准备一些武器吧 中村听到后 说买武器就要去公会街啊 领走前列海湾一脸懵逼的问 这里买衣服的钱好像还没支付啊 而中村掏出刚刚拉台 带进制边框很光夸的玩意说道 不用担心 我已经用魔法石板付钱了 大家都叫这东西叫做智能法技 走 这不是全面屏手机吗 什么系统的呀 是安卓还是苹果的 列海湾一脸懵逼 印象中在原来人压世界 只看过列海湾用那种古老的按键手机 不知道他用过智能手机没有呢 之后中村居然用法技 显示出3D全息投影的地图 魔法太神奇了吧 中村说道 这里就是王都库西尔 一个叫做布拉奇尔卡国家的首都 你看 库西尔是一个大约5平方公里的 半圆城塞都市 我们现在就在商业区的露天市场 但是要去买武器 我们还是去公会街吧 哎呀 这种神势不用来见他实属可惜呀 而列看到又定位又投影这种高科技后说道 智能法技什么的 真的好便利呀 而中村看到线路有点远 还在犹豫要不要滴滴马车过去 而列突然就做出正宗的抱拳礼感谢道 从开始到现在都多得你关照 真的不胜感谢 谢谢你中村 中村看到列这样说就挥手说道 耶耶耶 没有啦我才要感谢你了 刚才在酒吧搞成那样 还是多得列四方里展示四千年的中华厨业 以攀验的辣道爆炒鸡蛇兽 还有红超二玉尾来招待大家 我们才能从中胜利脱身啊 老板和其他客人吃到那种会发光的料理 都望我上头胡言乱语食窟好吃 还问列四方里是不是特级厨师什么的 哎呀 区区几味菜就让一世界人这样子了 要是吃到列海湾的全套菜单 那还得了了呀 中村基于说道 而且列四方里一直吃裸善生 很不方便的吧 别看我这副了样 其实我还蛮有钱的 中村可以啊 在一世界困了半年 不但对这里很熟 还变土豪了呀 怎么做得到的 说着说着 中村想伸手掏出法机的时候 发现法机不见了 列海王看了前方说道 中村是那个家伙 只见一个身穿刀炮老头 居然一手拿着法机 一手按着墙壁展开魔法阵 嚣张故意的看着列海王啊 一世界也有偷手机的贼人吗 老头半变身居然突然裂开了 不对 是穿过墙壁一半了 原来这个脚夸的小偷 是在用穿墙的魔法逃跑啊 中村本来还想伸手抓人 但是来不及 看来只能要过墙壁去追了 而就在这时 列喊住中村 要用掌心按压的墙壁 这首次 难道列车是打算用辣家伙的招式吗 哦 不是空道啦 列一招发进 就将这超厚超硬的墙壁打出一个大洞了 他要用最短的距离追过去啊 这种都复杂工程 对打赢高手列海王来说简直不值一提 接着列就跨过墙壁走到另外一边 当时这小鹿一手 却看到路人目瞪口呆啊 中村敬佩的感叹道 不愧是你 真的 真的太屌了 而中村身后一个路人 问另外一个魔法师这是什么魔法 魔法师马上挥手说不知道 这种物理穿墙的魔法 他可从未见过太过神奇了吧 而就在列海王去到墙壁另一边 却看到那个偷手机的老头 居然双手壳死的 跪拜在一个黑袍员的手掌面前 这些黑袍员 有着一副交俏红尘 眼带胸观看了列一眼 这家果该不会是个良门心人吧 这下难搞了 列眉头微微紧皱 而黑袍员对着小偷说道 你做得好 做得好 的确就是这个人 那 那么 我这家人得到救赎了吗 是的 话刚说完 黑袍员居然放下兜帽 露出一头中法扎起的血毛 是无法说到 是的呐 那请你马上去世 快点去世吧 哇 突然黑袍员当手出现一圈魔法症 就在小偷的头上 刺帮出一股熊熊烈火了 强烈火焰 将小偷全身吞没其中烧烂皮肤 但是他还露出无比制服的表情高哭 啊 多谢多谢 世郎大人 真的万分感谢啊 这个小偷该不会是什么邪校追随者吧 都太M4分了还这么开线 这下我们终于知道 原来黑袍员的名字叫做世郎了 不过世郎啊 哪有像你这样煮菜的呀 而这个世郎看到人被火生生烤成黑炭后 还露出无比愉悦的笑容 对原来海王问道 你不觉得 火焰生化生命的姿态 是十分美丽的吗 究竟这个亏用烈火魔法是蓝四颗翻神圣 接下来烈灰与死人发生什么事 后面又有什么超展开呢 我们下期再说 这里继续聊聊有关这部漫画的跨甲 陆景永迟的反弹吧 问起陆景 为什么能模仿半月的跨风跨得这么好 连一些路人都能跨出烟压经典的跨风 你是不是之前有答应过半月助手啊 陆景就说没有答应过 不过他之前确实在网上投过简历 但是落选了 陆景从学生时代就模仿半月的跨 但是难以成为助手 就直接出道 之后居然过奖了 之前半月在反弹说过选助手 早期的时候自己看中的是跨工技术 后面水平够了就看性格 看来投简历就被刷下来 连面试机会都没有了陆景 很大可能是跨工不行 才没被半人看上的呀 这就是陆景第一部出单本漫画的跨工 确实一言难尽水平有限啊 看到现在这么大进步已经很厉害了 说回这期吧 三块漫画的内容 本来还想只讲两块 因为当时月看就是更新两块而已 后面四栏出场那一块是下一个月的内容了 首先说一下这期的改动吧 单本的版本就改连载时期钓鱼老台时 就这一页 连载版的时候 这一个钓鱼老台时 看上中船是个迷途之人 说真亏你还知道我的传说 单本就删了迷途之人的说法 改为访问中船也信这种夸张的传说 单本还加上钓鱼老 谦虚说自己只是秒杀两三头的跨 看来陆景和圆桌也是到自己吹屁吹过头 实力过于膨胀才这样改的吧 这三块其实总比赛还蛮有趣的 男子力海湾没有和西人打起来 可钓鱼老也没有打起来 确实有点失望啊 打戏太少 叫胃口劝此道有点不爽咯 我还看到很多人在吐槽 猎玩偷袭钓鱼老辣断 是不是欧欧欣不符合圆作人色了 其实我觉得不算吧 还在可以接触的范围 武士战狼的形象和第一部致富的列比较接近 这里再说一下这三块 陆景用了哪些 描了哪些半月的图吧 这里是提取了这个分镜部分的手脚夸出来的吧 参丽其实还可以的 这一格是用了第二部死球片 利用刀款侃夺尔时候的分镜 我就发现这两个 漏了可以告诉我啊 最后说一下鱼拉里出现的漫画 是来自争议一种格斗 是一部我很喜欢的争计格斗漫 有兴趣可以看看咯 好不吹了我们下期再说吧 来尝尝制服的味道吧